嗨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小小 今天來跟大家講的緬甸跟非洲紅包的區別 好多客人每次都跟我講電話的時候 請問一下非洲紅包跟緬甸紅包 緬甸紅包的紅包比較強 非洲跟不上它 非洲沒有緬甸的靈光那麼厲害 尤其是在我大陸內地那邊的客人 好多 周老闆那個賣家賣我 50萬 30萬 20萬 人民幣很貴很貴 這個可不可以買 為什麼呢 他就說緬甸最厲害 緬甸銀光最厲害 在非洲贏不了它 欸 真的嗎 並不是說緬甸銀光比較厲害 緬甸也有銀光很差的 然後非洲也有銀光很好的 所以銀光是只要你今天是買紅寶石 都會有高度的強銀光 紅寶石的銀光甚至比建金實在高一點點 這樣子 來我們來看一下 一打就是銀光燈 來我們看一下 這一顆是緬甸的紅寶石 銀光真的是強到一個不得了 真的是不得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非洲的 非洲的莫桑比克的也是很強 也是很強 這也是割血紅 那這一顆是緬甸的 這一顆它的 哇真的也是蠻強的 這個也很強 這是什麼 這是非洲的 這莫桑比克 看一下 非洲 緬甸 非洲 緬甸 這也是非洲的 非洲的 這個比較弱一點點 這個 這也好強 嚇死人這是什麼 這也是非洲的 所以說 這顆是緬甸的 這顆 這顆是緬甸 近看一點 近拍一點 哦 很紅有沒有 所以我們這樣掃一遍 這樣掃下來以後 會發現每一顆紅寶石 都有很高度的強銀光 這個也好強 這顆是非洲一顆拉乾淨的 所以說今天在紅寶石裡面 並不是這樣去區分非洲跟緬甸的 那我們今天如果真的要細分的話 它的一個化學成分跟它的地質結構 照理是怎麼組成的 緬甸的紅寶石呢 它是一個大理石的一個變質原形成的 它有經過一個喜馬拉雅造山運動 它是集中在差不多東南亞那個板塊的 那非洲莫桑比克那邊 就是這幾年挖出來很多的 就等於說 緬甸其實這幾年早就在慢慢在減產 甚至已經沒在挖了 但是在非洲那裡的話 現在是越挖越多 但是也差不多發現 其實也並沒有大家想那麼多 所以這幾年價格也慢慢都開始往上走了 這樣 馬來西亞造山運動 它並沒有存在這個非洲那邊 它是最古老的大陸板塊 所以它們的地質結構的確是有微微的不同 所以造成了緬甸紅寶石它的那個個 個的含量比較高一點點 那個的含量高的話 的確有人說在頂端的一個 高端的一個紅寶石裡面 那如果都是好學生的話 都是頂級的 那它的非洲跟緬甸的比起來 它說緬甸的銀光的確是強一點點 一點點 非洲呢 非洲最愛是喜馬拉雅造山運動的 而它其實 溫度壓力 其實在地板裡面 要形成的都是一模一樣 微量元素有點 一點點的不同 它可能有時候鐵多一點點 所以說它的優點 所以非洲的一個紅寶石 大部分比緬甸的乾淨很多 也就是緬甸為什麼今天乾淨的 大家聽到了 有一些要賣你很貴的那些人都說很貴 就是因為緬甸都很髒 所以說緬甸要找乾淨不容易 這有點像是那個斯里蘭卡蘭寶石 早期不是說什麼 Cust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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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stomer最厲害最棒 現在出來 西蘭挖出一堆 每個史車級黃蝦龍都比你漂亮 都比Customer漂亮 Customer 一樣的東西要賣100倍 甚至1000倍以上的價格 因為Customer就已經 挖不出來加上不好看 就跟緬甸情況一樣 就現在已經挖不出來什麼東西了 又不好看 所以如果你今天如果 有一個賣家手上有一個好看的 當然是要賣天價啊 難道是便宜賣你嗎 結論就是 在班上 在學校 有好學生 有壞學生 同樣一個班 你不可以以天蓋全說 這個是只有班裡面就沒有壞學生 不是這樣 這個是放牛班裡面就沒有好學生 這也是錯的 所以說 在非洲裡面 也有好的漂亮的 在緬甸裡面也有好的漂亮的 我都是這樣跟客人舉例 一樣都是公雞 一樣都是雞肉 蛋白質一樣都是200克 你吃雞 吃雞 吃雞 吃下去以後 都是一樣的養分 不會說什麼美國的雞特別漂亮還是怎樣 台灣也有漂亮的雞啊 對不對 去宜蘭看看 對不對 減念是減掉 非洲簡單講就是 有個好處就是它 第一個價格優秀 跟緬甸相比 大概還有它乾淨漂亮 那所以說如果說 你今天是以飾品加收藏功用 非洲絕對可以 但是如果你今天說 飾品已經不重要 我這個人就是要投資 然後什麼 要很增值 然後我就是有錢 那你就去玩緬甸了 但是緬甸以後 你賣不賣的掉 又或者是說 它的價格到底是往上往下走 那跟我現在在這裡我也不講 因為 這個就跟房子一樣 現在是一直漲 可是有了東西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沒有人知道 除非你是超人 來 那我們這個檢驗上面 如果我們今天要怎樣去檢驗 非洲跟緬甸 這技術非常的發達 GIS GIA那種大間檢驗所 他們都會檢驗的 檢驗的方法 第一個 就是看內含物的含金 那個就放它進裡面 500杯1000杯幾下 去看它裡面的一些 包裹體的形狀 會長不太一樣 第二個也就是所謂的光譜 就是中紅外線拿來機器 幾百萬的機器 就把它跑一下 會發現緬甸跟非洲的那個圖譜 是不太一樣的這樣 當然還有第三 第四第五種檢驗方法 不過呢 那個都是各家檢驗所 他們的獨家配方 因為這種是高單價的東西 價差那麼巨大 都是很多人 博士研究生 他們喜歡去研究 就是非洲跟緬甸 到底區別在哪裡 這個每家檢驗所 各有他們的秘方 比較常見的 都是以經驗法則 來用剛剛那兩個去判斷 這樣子 那我在內地的朋友 我是賣它這個 七克拉緬甸GRS 無哨紅寶 不會到不好看的 但是裡面是有雜質存在 被它殺價完以後 就打個折扣 差不多 七克拉整顆七萬帶走 不貴啊 沒有說緬甸很貴 沒有很貴啊 賣掉以後 我三四個客人 還搶著要排隊 然後另外一顆呢 這個是我台灣朋友的 兩克拉 它就是賣人民幣的話 18萬 整顆帶走 所以說 也不貴啊 他們說 這不是人民幣是50萬嗎 我說沒有啦 十幾萬就有 兩克拉乾淨 所以普通的也不貴 乾淨也不貴 但是有一個東西 不容易找到 這是最大的問題 這一個東西 它今天不管你是普通的貨色 不管你是有雜質的貨色 乾淨的貨色 其實都不太好找 因為這個 在市場上面 這個東西流通的也少 挖出來也少 所以如果當你今天要買這種 叫做稀有的貨色的時候呢 我只給大家一句話 貨比三價不成虧 你多問幾個人 這樣子就OK啦 你覺得 問到最便宜了 我就是有這個錢 我就是想買這個東西 我就是要投資 買吧 以後也有機會看漲 但是我只是說這種 現在已經漲多的東西 你們買之前還是一樣 貨比三價不成虧這樣 OK 謝謝 謝謝大家 分享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